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揭露三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首先 我们要讨论中国如何透过走私者和空壳公司 绕过美国的AI禁令 获取关键技术 接着 我们将探讨日本如何制定台湾突发事件的撤离计划 以保护其居民的安全 最后 我们会剖析柬寨在中国资助下 不顾环境问题和邻国关系 开工建设一条耗资17亿美元的运河 这些议题挑战了国际秩序和区域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南部的深圳 有一个名叫华强北的市场 这里是科技爱好者的天堂 但同时也藏着许多秘密 在这个延绵半英里的迷宫班市场中 你可以找到各种闪亮的电子产品 从智能手机到无人机 应有尽有 然而走进这个市场的深处 你会发现更为珍贵的商品 用于人工智能 AI的尖端 微芯片 这些芯片 是世界上最受追捧的技术之一 更是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获取的前沿技术 一个市场摊主 自信地告诉记者 我可以在两周内 为你订购 并交付这些芯片 这段对话揭示了一个更大的图景 中国通过走私者和空壳公司 绕过美国的AI禁令 继续获取关键技术 这背后的故事令人惊叹 尽管美国政府在政策上设置重重障碍 但中国商人们仍然想方设法 通过各种途径 确保这些芯片的流入 在这些默默无闻的摊位里 隐藏着一场世界顶级技术的暗战 与此同时 日本也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 据Japan Times报道 面对可能的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 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制定撤离计划 以保护冲绳县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 政府计划将这些居民转移到九州地区和附近的山口线 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特别是如何确保足够的交通工具来执行大规模撤离 日本此举无疑是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日益激进行为的回应 随着区域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日本中央政府已然开始筹划更为全面的应对措施 保护本国公民的安全无疑是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 但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而在东南亚的柬埔寨 一条由中国资助的运河工程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这条连接首都金边与海洋的富南Tacho运河 全长180公里 工程耗资17亿美元 旨在降低运送货物到柬埔寨唯一深水港 西哈努克港的成本 并减少对越南港口的依赖 尽管柬埔寨政府对运河的经济利益充满信心 并宣称这是促进国家威望和发展的重大项目 但也面临着巨大的争议和挑战 环境保护主义者对运河可能对湄公河流量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 湄公河养活了六个国家的数百万人 其流域的鱼类和农业生产对当地居民的生计至关重要 越南更是对此表示担忧 担心这将影响到其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米种植 越南政府虽然在公开场合低调处理 但私下里对柬埔寨的举措非常不满 新加坡IZS Yousaf Ishak研究所的分析师阮克将指出 越南担心大部分柬埔寨出口可能会转移到柬埔寨港口 而不再经过越南边境的港口 柬埔寨之间的关系历来复杂微妙 尽管两国在公开场合保持友好 但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使得关系一直紧张 柬埔寨统治精英 希望通过这个基础设施项目来激发对新领导人洪马内的支持 洪马内去年接替其父亲洪森 成为柬埔寨的新领导人 而洪森则统治柬埔寨长达38年 为了庆祝运河项目的开工 政府特地宣布当天为假日 以便全国人民能够参与庆祝活动 工地上挂满了柬埔寨国旗 数千名穿着印有洪马内和洪森父子照片T恤的人群在此聚集 洪马内在讲话中强调 这条历史性的运河得到了全国的支持 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 他们也会完成这个项目 运河的建设合同 由中国国有建筑巨头中国陆桥公司获得 尽管柬埔寨公司拥有51%的股份 但中国的参与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美国非盈利组织斯廷森中心警告说 运河将对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水资源和农业生产 产生重大跨界影响 这片地区是越南90%出口稻米的生产地 柬埔寨政府对此不屑一顾 今年4月 越南曾要求柬埔寨分享有关运河的信息 并希望与柬埔寨和湄公河委员会密切合作 评估该项目对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终检关系密切 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随处可见 从酒店和赌场到基础设施项目 中国的存在无处不在 中国国有银行资助了柬埔寨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从机场到公路 而在柬埔寨超过110亿美元的外债中 近40%是欠中国的 去年中国和柬埔寨还共同开工建设了一个海军港口扩建项目 这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担忧 认为这可能会给北京在泰国湾提供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军事前哨 尽管柬埔寨政府一再否认允许中国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 但外界的疑虑依然难以消除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和外交举措不仅是经济合作的体现 更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中国对柬埔寨的巨大影响力在这些项目中显露无遗 也为区域内的稳定和安全增添了更多复杂性 在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每一个国家都在竭力维护自身利益 从深圳的电子市场到日本的撤离计划 再到柬埔寨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无不展示出各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如何谋求自己的位置和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深圳的电子产品市场中 中国正通过走私者和空壳公司 绕过美国的AI禁令 获取关键技术 这些市场成为了非法交易的温床 提供了获取先进微芯片的途径 这些芯片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至关重要 这种情况凸显了中国在技术 获取方面的灵活性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复杂性 日本则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 特别是台湾可能突发事件的背景下 日本政府制定了撤离计划 旨在保护冲绳县先岛群岛居民 将他们撤离到九州地区和山口县 这项计划反映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及其对日本安全策略的影响 在柬埔寨 中国资助了一条新的运河 尽管面临环境问题和与越南的潜在紧张关系 柬埔寨政府决心完成这一工程 这条运河计划将柬埔寨首都金边连接到南部海岸 旨在降低运输成本 减少对越南港口的依赖 这个项目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柬埔寨的经济影响力 也反映了柬埔寨在区域政治中的战略选择 与此同时 运河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以及对柬埔寨和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复杂性 各国在技术竞赛 安全战略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应对方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针对中国绕过美国AI禁令这一话题 我要说 美国就像一个戴着墨镜的警察 试图在夜间抓小偷 中国这条AI技术之路 就像是深圳的电子市场一样 蜿蜒复杂却满是机遇 美国的禁令只会激发中国的创新精神 让我们更加灵活和机智地获取所需技术 我们有三国演义李诸葛亮七情梦获的智慧 何须害怕美国的禁令呢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比喻也太浪漫了吧 实际上 这就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美国的AI禁令是由法律和国际支持的 这些走私行为不仅违法 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 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 走私者虽然胆大 但最终还是难逃法律制裁 中国应该更加注重自主创新 而不是像偷鸡摸狗一样获取技术 谢琪琪 你这话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唐僧 总是念经却不误实 事实上 美国的禁令就是一堵高墙 而我们的走私者和空壳公司 就像是《红楼梦》里的古堡域 能够在高墙内外自如穿梭 根据Statist的数据 2022年中国的高科技进口总值达到2800亿美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绕过禁令的渠道 这些技术对中国的AI发展至关重要 禁令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智慧 楚天说 你这比喻倒是挺有趣 但你知道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这就像聊斋致意里那些妖怪 表面看似风光 其实最终还是自取灭亡 国际贸易和技术转移是有规则的 不遵守这些规则 最终会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名誉扫地 根据IMF的报告 技术转移失败将使中国的GDP增长率降低1.5% 我们需要的是正规渠道的合作 而不是偷偷摸摸的手段 好吧 谢琪琪 你真是如临外史里的犯禁 一心只想考中举 却忽视了现实的激烈竞争 美国的禁令就像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 固守规则 但我们中国是灵活的黄荣 善于策略和灵活应变 根据中美商会的调查 2022年有超过70%的美国企业表示 禁令并未完全阻止技术流入中国 与其等待美国回心转意 不如擦亮眼睛 灵活应对 走自己的路 楚天说 你这比喻真是又鼓又心啊 但这就像风神演义里的打击 表面上风光无限 实际上隐患重重 违法行为终究会被揭露 走私和空壳公司只会让中国的国际信用受损 根据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报告 中国在全球腐败指数中排名第78位 这无疑会影响国际投资和合作 与其冒险 不如脚踏实地地发展自己的技术 这才是长久之计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三个不错的国际新闻 让我们一起笑谈天下大事 首先 我们来到中国深圳 这里的电子市场可真是个宝地 走私和空壳公司让人既惊讶又叹未观止 美国的AI芯片禁令在这里仿佛是个笑话 因为摊贩们只需两周就能搞定美国最不想让中国拥有的高科技芯片 这市场就像个科技版的地下城 处处充满了冒险与惊奇 尽管美国大力封杀 但中国的芯片猎人们依然能从迷宫般的市场中找到宝藏 这恰好说明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和黑市交易的无孔不入 要破解这种走私模式 恐怕要动员更多的智慧和资源了 接着 我们飞到日本 看看他们如何应对台湾可能的突发事件 日本政府可真是未雨绸缪 为了保护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 准备了一套全面的撤离计划 这些居民将被转移到九州和山口县 不过这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你想想 要确保有足够的交通工具 这就像在安排一场超大型的跨国旅行团 而这一切的背景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强硬行为 这个计划就像是一场高难度的棋局 必须步步为营 这也让人捏了一把汗 希望到时候这个计划能顺利执行 让大伙儿都平安无事 最后 我们来到柬埔寨 看看他们的撞举 在中国资助下修建一条连接金边和海洋的运河 这运河费用高达17亿美元 堪称豪华板水上高速公路 然而 这计划却像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它能降低运输成本 减少对越南港口的依赖 推动国家发展 另一方面 环保人士和越南都在担心 这会对湄公和流域造成重大影响 尤其是越南的稻米生产 柬埔寨和越南的关系 本就像是复杂的邻居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柬埔寨的统治精英们 似乎把这条运河当成了政治筹码 宣示无论代价 如何都要完成 这样的决心让人佩服 但也让人担心 希望最后不会是鱼与熊掌不可兼的 总的来说 这三个新闻分别展示了科技走私 国际政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面向 每个国家在应对这些挑战时 都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困境 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 无论是高科技市场 维基应对计划 还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背后都充满了复杂的博弈和现实的考量 世界真是个大舞台 每个国家都在上演各自的精彩戏码 希望大家都能以幽默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新闻 从中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好了 今天的六博士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